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创新高 丹麦创新高 加拿大安大略省跟魁北克省创新高 而且都非常紧张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所有资料都拼凑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给吓成这样 很害怕 非常害怕 他一直强调的是变种病毒 但其实今天增加新高的 增加新高 你比如说加拿大安大略省 3124个今天 是上个星期五的一倍 3124个当中 打两针的 2100多 打一针的 90几个 所以打针的加在一起 2200多 那没打针的 3000多里头 没打针的只有700多个 所以没打针的占他所有确诊的 25% 打针的占70% 打两针的占68% 但是他里面就报说 都是如何如何 就是新的变种病毒 多厉害 可是他没说 3124个里头 有多少是新的变种病毒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 他可没说 这3000多确诊当中 有多大比例是新的变种病毒 比例不高 如果比例不高的话 那现在突破今天打两针疫苗的病毒 是原来的印度变种病毒 打针根本不是新的变种病毒 那事儿就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针呢